再來看民眾黨的過分鐵 早開始啟動全台掃機拜票 也拚到以後 國民黨已經不可以參加了 批評國民黨已經是中國支持的人 不過侯優儀也批評過分鐵 不可以抹紅 而且侯儀支持者就要把選票集中 才能換到民進黨 另外若清潔 早是去婚姻加紀輔算 前進說憲法是災難 他就在拚到是跟中華民國的憲法 救治共識化 這是危險 全黨媒體 中華首歌 選情最好改動的開始了解 民眾黨過分鐵 再去跟府市五行營 紛爛 頂尾全台 請對拜票劉官選情 對侯優儀的設計提出 當初六、八、八、三、四、六點協議也有效 選後一定會成立聯合政會公法 過分鐵 電腦考試請國民黨先了解 現在到底是誰做決定 先國民黨先搞清楚 到底現在國民黨是誰在做決定的 那個朱立倫不是說兼僻親爺嗎 那火油又跑出來講這種話 現在是跟國民黨還有得談嗎 沒得談 沒得談 沒得談什麼 這已經是中共支持的人來談 國民黨 何愚儀 到台南拜票 唱共南部的選票 對方官民調有稍微疏忽 何愚儀 要只是加一張選票 跟票交給在亞最強的核酸人 這可以完成政黨論題 民進黨六千塊也領著時間到自己的呼選立委 進行憲法在我們這個公法引起議論 六千塊又在說 跟中華民國憲法 並做給他共識 其實是真的有危險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已經多次定義九二共識 就是一個中國原則 台灣一國兩制的方案 在這種狀況之下 硬是要把中華民國憲法九二共識化 這個才是真正的危險 對中校空敵 副手辯論會 一直攻擊萬利的股市這個政議 若清德英公已經交給律師處理 交付共和信徒不會改變 記者 中華報道 適当下之後 不需要王公制人 選舉吧 好 努力